美国商务部发布了国际游客统计显示 2013年中国游客前来美国的人数为180.6万元次 比起2009年增幅超过300% 而中国观光客游览美国最主要目的就是购物 一趟旅游平均花费4400美元 美国商务部发布最新的国际游客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 2013年美国国际游客路径人数为6977万人次 比起2012年增加300万人次 其中不含香港的中国游客赴美人数是180.6万人次 和2009年相比增幅超过300% 商务部的这份报告显示 路径游人数排名前20位的国家地区中增长最快的有 台湾33% 哥伦比亚的24% 中国23%不含香港 以及印度的19% 委内瑞拉17% 巴西15% 以及阿根廷12% 美国商务部预测 中国游客赴美国人数到2017年将会翻一倍 中国将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外客源市场之一 另外报告也显示 中国观光客游览美国最主要的目的是购物 2012年 87%的中国游客在美国零售商店划了大把的钞票 CLSA说中国游客每趟赴美国的平均花费是4400美元 包括住高级饭店和大量的买化妆品 花费之多仅次于印度观光客 除此之外中国人最爱美式体验 美国旅游国际公司说 除了旅游观光 中国人来美国最喜欢的事情是看一些日常的东西 他们的公司安排客人参观 譬如杂货店或是公司高管的家等地方 加州则是中国游客到访率最高的州 有46%到美国游客会到加州 平均而言 目前洛杉矶和中国之间的航班有84%的载客率 其次是纽约有31% 中文电视编辑报道 中文电视编辑报道